当时肺炎疫情最严重的发生爆发国 是在中国大陆 中国大陆也是全世界第一个 疫情趋缓的国家 随后才传出来说 意大利疫情也趋缓等等 所以中国大陆现在产业 恢复了生产跟动能 这可理解 可是我没想到汽车跑得那么快 请看中国汽车产销回升了 发改委说 很快就会回到正轨了 如果三月份中国大陆汽车的产销状况 跟您做一下报告 产量部分 你一定要先生产 才能够卖给惠子姐 就是这样 所以产销 产的部分 数量在这我就不念了 月增率就跟二月份做比较 将近四倍 还有销量也是一样 将近四倍 3.6倍之多 大陆能源汽车的充电桩 这次电动车 跟这个倒不一定相同 将会再增加60万过 所以子昂老师来请上来 中国大陆的汽车产销状况 是不是间接说明了 中国大陆汽车产业的动能 已经完全恢复了呢 好 我们来看第一季跟三月份 来做比较 当然讲汽车一定要讲两个 一个就是一般我们讲的汽车 另外一个就是新能源车 新能源车是大陆用词 一般指的就是电动车 好 那我们看那个第一季的产销 第一季的产销就大概都是三百多万辆 但是瑞涵你有没有注意到 它是年减四十几% 第一季比去年少了 衰退了百分之四十几 我懂了 我们刚刚看到是三月份 三月比二月多 将近四倍 对 因为二月是中国大陆疫情 最可怕的时候 所以他就故意拿那个最可怕的时候 去跟它比 所以三月份才会大增 可是如果跟年 去年没有疫情的时候做比较 反而减幅就很大的第一季 对 好 那如果瑞涵我们刚刚单独来看第三季的话 那个三月份 三月份是一百那个禅 跟销都是一百四十多万辆 大概就是第一季的接近一半左右 也就是说一二月真的是受到疫情的影响 然后三月份车厂逐渐的复工 可是如果你单独看三月份的年增率 也都是衰退百分之四十几 所以你看2020的三月份的产销 汽车的产销 港2019去年的三月份比较年减 第一季的产销也年减 年减 克子昂老师那我问你 我到底是要看 越增减越大增吧 还是要看年减的情况 好 因为有疫情的关系 所以看越增会失增 失增 所以最好是跟那个过去一年做比较 看年增率会比较有参考性 那难不成如果以第一季跟三月份 看中国大陆的汽车都是年减的 对 代表着中国大陆的汽车产业 还没有完全恢复动能 这样说对吗 是 还没有 对 还在属于功过于求的状况 好 所以就前年来看 当然是希望下半年整个产销能够恢复到去年的水准 但是看来一整年状况是不太好的 好 那再来我们看那个电动车 因为现在那个电动车因为坚能减碳的关系 那大陆的电动车又是全世界最大的需求市场 对 它的产销量在第一季大概都是10万11万左右 那单独看三月份也大概都占了一二月的一半 一半 所以真的是受到疫情的影响 所以他们在新能源车也都跟去年比较都年减的 对 都是大幅的衰退 大幅衰退 所以可见中国大陆的汽车市场本身就已经是一个功过于求的状况 你知道这个数字如果跟去年做比较 它的严重性 这个张老师我把他说白话 新能源车中国大陆的第一季 现在的生产大概只有40辆或40万辆左右 因为去年可以生产100万辆 所以很明显的到现在的这个生产数产销数连一半都不到 对 没错 大幅衰退 对啊 你看包括了这个三月份也是一样 这个也都是今年连一半 这个大概也会付一半左右 不过衰退幅度这样看还没有完全会复动的 那能源车的展望呢 好 那当然那个现在那个大陆的朋友都知道 他买电动车政府是有补贴的 全世界都是这样 那中国大陆有补贴 那补贴到去年年底结束 瑞涯你知道吗 现在又在展颜 又在补贴了 又在补贴 所以他目的就是要刺激电动车的销售 所以他今年因为电动车充电是最重要的 所以他还要再投资100亿人民币 来建公共的有20万个电动庄 私人有40万个电动庄 充电庄 那这样加起来就是60万个充电庄 然后充电站就有将近5万座 目的是要带动 好 那我们来看呢 那个大陆的电动车市场 包含汽车市场 就是因为过去那个 那个功过于求状况不太好 所以连习近平都讲话了 习近平在2月的时候 因为那时候疫情是最严重的 所以他要刺激消费 他希望汽车限购地区 适当地增加号码牌的配合 什么叫号码牌的配合 像那个我们这里就是监理站 你买车不是要一个汽车牌照吗 汽车牌照 那在中国大陆你买车容易 最懒的就是那个牌照 可是那个牌就是骑机车 或者汽车后面挂那个牌子 车牌号码 可是如果我没有那个牌子 我不能上路 当然不能上路 瑞涵你知道吗 在上海你要买一部车 不是买车难 而是拿到那个牌照难 那个号码 那个将近要30万台币 光那一个要30万台币 那个车牌要30万台币 为什么中国大陆要这么做 因为它那个道路赶不上 大陆的扩建赶不上汽车的增加速度 到处堵车 我懂了 所以它限制车辆上路 用号码来限制车辆 OK OK 所以才会有号码配额 那习近平就是目的 这样促进汽车的消费 好 那商务部在最近刚刚公布 他公布的八大措施 就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让消费不振 所以他希望能够鼓励老百姓 能够买新能源车电动车 还有鼓励以旧换新 甚至要加强城市的停车场 还有那个新能源车 就电动车的充电桩的设施 所以从这些政策上可以看得出来 大陆的汽车市场是供过于求 所以必须靠政策来补贴 来那个鼓励消费 所以张老师 如果透过这一张中国大陆汽车产业 完全恢复动能了吗 快速回升了吗 我如果结论说 还没有快速回升 但见到曙光 逐渐转好 这样对或不对 我觉得还要保守一点 真的 对 要保守 好吧好吧 那我们才想说 三月份的汽车 哇 月成长那么样的多 原来看年证才是正确和公平的 那我们呢 刚刚看中国大陆 接下来看我们了 我们的什么台积电 荷兰商S-More 延迟出货EUV设备 什么叫做EUV设备 请往下看 叫做极子外光围影技术 我念完了 待会子昂老师会说明 它有多重要 对于半导体先进制成 然后呢 冲击台积电跟三星 到底有多大呢 台积电博斥说 我们三奈米建厂 没有延后 那这个新闻 帮我们做说明 好 首先呢 我们来看呢 那个我用一张图来解释 EUV呢 对半导体制成 到底有多重要 那个我们小时候呢 都在大太阳底下呢 拿着那个 显微镜吗 不是 那个 放大镜 放大镜 然后照在地上 让纸烧起来嘛 对啦 透透镜了 放大镜 放大镜 就凸镜嘛 凸透镜 那个就是紫外光 那太阳这样集中光线 然后去烧那张纸嘛 对 好 那你这就是紫外光 好 那那个IC设计公司呢 它会设计出一个晶片 把电路图画在上面 好 那我那个 这是12寸晶圆 晶圆片 对 所以我必须把那个紫外光 那个头 那个把那个 对 这个这个呢 我那个就是 IC设计公司 设计出来电路图 透过这个突进 这里有一个突进 是哦 突进 然后呢 就可以投到整个 投到这个小小的 12寸晶圆上 终于懂了 这个是光线照射 对 紫外光 这个是紫外光 我们就这样编写哦 对 然后这个是光照 就是那个IC设计公司所画出来 设计出来的电路图 设计图 电路图 这边呢 是紫外光哦 对 这些紫外光 所以这一套就是 Smore做的 EUV EUV 即紫外光的技术设备 对 对 它最关键的是 这个紫外光 紫外光 紫外光 对 因为 因为拿那个 你12寸晶圆 你那个半导体的 线路图 现在不是都是几奈米 几奈米吗 所以你的波长就要短一点 那这样你透过 透过整个照射下来 你的线路图才可以越来越窄 所以 做到那个5奈米 3奈米 所以关键在紫外光 那个光线的来源者 这套波长 这个波长这个设备 本身就有了 对 难怪台积电跟Samsung都要买它 所以台积电不是要到 7奈米 5奈米 3奈米 非得用EUV 对 所以这整个叫做光科基 光科基 原因就是就是这样子 光科基 因为要石科它嘛 对对 再拉 好 回到文字党了 认识EUV之后 那那个全世界在做那个 就是那个高阶的半导体设备的 做EUV设备的 全世界就这么一家 就是荷兰的ESMO 所以大家都得要跟它买 对 如果它不出货或你买不到 你就做不出来先这样制成 当然 所以它的设备是最重要的 那那个那个ESMO已经讲了 它3奈米的EUV光科基 预估要明年2021年推出养基 所以最快最快要2022年才能够量产 所以对不管对台积电 对三星而言 可能都要到2022才有办法量产 难怪3奈米嘛 对 3奈米 之前啊 子昂老师 我之前听到一个数据说 台积电的3奈米 之前报导说什么 它的延后时程 市产量产 可是我偏偏看到的时程是 台积电说3奈米依旧可以在2022 上半年量产 然后在2021 市产 市产 尝试生产看看 前面几片都OK了 没问题 就大量生产就量产 是 赞赞赞 好 那现在受到刚刚瑞涵有提到 受到疫情的影响 ASMO已经 它的设备会延迟交货 好 那这延迟交货到底对台积电影响比较大 还是对三星影响比较大 我们看去年 去年跟ASMO买设备的 台积电就占了它销售的51% 第一大客户 三星只占16% 所以我问你 老师如果他怎么说 ASMO因为台积电是他最大客户 他占大下售有这么大 我先要个答案 我要先进广告 所以我是ASMO 假装如果我是ASMO 拜托我也会大小眼好不好 每年给我买这么多东西的 这个大客户台积电 我当然会比较疼他 因为他给我营收这么多 所以如果他来跟ASMO抢设备 当然先台积电优先对不对 对 漂亮 赵阳老师来先请回座 因此终于观念懂了 ASMO刚刚赵阳老师有说 全世界 就只有他提供了极紫外光的 先进制程半导体设备 所以这个的设备 它延迟交货 如果我只有三台 台积电要跟我买三台 请问会先给他 还是他呢 要跟ASMO要 我刚刚不问赵阳老师吗 赵阳老师说 当然他优先了 怎么会给他 所以先进广告 难怪今天媒体写了 ASMO如果出不了货 或出货延迟 神送伤害比较大 是不是这样一个逻辑概念 回来之后 让咱老师继续说 接下来还有 惠子姐要帮我追这个了 笔电需求 明明就很激增 那为什么 大家需求量那么大 卡在哪里 是供应卡关 哪一个零组件出不来 说明白了